师父在讲授夜感延起的时候 举出一个公案 说木剑人尊者 他的母亲堕入二轨道 尊者给他饮食 当下变成火焰 这里强调的业力是个人的招感 别人是无法取代的 是的 那之后尊者供养十方身重 从而使母亲脱离二轨道 那么为什么尊者所修的功德 可以改变母亲的夜报呢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讲义好了 看看讲义可能会引发大家的回忆 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的讲义是来自于修学宗旨 我们看讲义第六面 讲到三种延起 夜感延起 奈也延起跟真如延起 那么佛教讲延起 最基本的就从夜感 万般皆是夜半点不由人 我们生命的差别 是由业力决定的 那么尊者 我们看尊者这个公案 他在帮他母亲消业障 他采取了两个方法 第一个用神通力 他用神通力 把饮食拿到以后 到他母亲的地方 他加持他母亲 希望有他的神通力 让这个饮食能够让他母亲吃下去 但是失败了 因为业力不同意 业力把他的饮食变成火焰 那么尊者后来 去请示佛陀 佛陀改叫他用回向力 你不能用神通 所以他后来供养大众生 这就是功德 他把功德 透过他的制成的回向 就是我把我的福德力 回向给他 他这里面的水是脏的 但是你把清净的水放进去 就稀释了他的罪业 回向有一种 灭罪生善的功能 那么后来他母亲就吃到饮食了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国教的阴言官 你不能从结果上改变 他主要是要强调这个 他的贫穷 他的痛苦 是有他的业力 你不从阴地的业力去改变 你直接用神通力去改变他的贫穷 这是不对 就像摄大成论 摄大成论讲到菩萨的功德以后 有人就提问 他说菩萨有无量的功德 他这手伸出来 他过去的六波罗蜜可以以无量珍宝 这珍宝就像下雨一样移出来 那么世间上贫穷人这么多 观世音菩萨你可以行行好 你用这个手到非洲的地方这么一放 下很多的珍宝下去 饮食下去 可以救把很多非洲人 你为什么不做 不可以 他说 有情界周片 聚葬而缺音 二种决定转 诸佛不自在 就是说 众生他缺患那个阴地的时候 诸佛没报 就是说 如果你有福报力 你本身有福报力 你只是圆缺不生 那么佛菩萨用神通力来激发你的善业 让你的善业早一点出来 就是你的善业的schedule 就是佛陀都不能用神通力让一个恶轨道的众生直接变成天上去 不可能 除非佛陀为他说法改变他的思想 让他忏悔 生命不能从结果上改变的 这个是主要的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的主宰 业改延期的主宰是业力 比方说一个水果 这个苹果 长出来不甜 你要改变它的种子 它的过程 诸佛陀的因缘生这个过程很重要 可能这个种子的品种有问题 可能你栽培的过程方法有问题 你要改变它的过程 所以佛教是不能用生命 不能用结果来改变的 不可以 神通在业力的面前是不得自在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业感严禁 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请说 师傅慈悲 弟子还是不太明白 为什么这个回向可以令到这个结果可以改变呢 它的方法是怎么样 可以 请师傅解释一下 是的 这是很深的道理 其实 其实 越感严禁 是不能解释回向的道理 包括赖也延起 都没办法解释回向 就是说 我阿赖也世的业种子 是我的前期士去熏悉 他才会有 那怎么你的业力能够 你阿赖也世的善业能够跑到我的阿赖也世 从赖也延起也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中进路上说 诸佛的神通加持力 繁复的回向力 维世学是不能解释的 那阿涵经更不能解释 只有真如延起可以解释 真如延起 就叫不失意欣喜 因为真如延起 他的特点就是 每一个众生有他的差别的业言 但是他每一个共同点 就是一念的清静理想的心形 就是说 我的善业 回向给你 你可以得到七分之一 对不对 那表示什么 那表示众生跟众生之间 一定有一个相通点 才可以把我的业回向给你 那么整个延起当中 夜感延起 夜感延起的问题在哪里 夜感延起就是说 他这个业照了以后 到底去了哪 他不解释 就是他没有用心事 来设施这个业力 所以业力变成怎么样 不可改变 就是你的心态不管怎么变 所以夜感延起 他这个思想的不足就是说 你照了夜啊 所以在阿含经里面 照了重罪 不可忏悔 他是不可忏悔的 夜感延起 在夜感延起是不能忏悔的 因为你夜照了以后 他只有夜决定 你这个夜就存在法界了 你怎么忏悔 你不可能回到过去 但是那也延起就比较好 你夜照完以后 是跑到第八世去了 好 第八世他受前六世的欣喜 你第六世有所造作 第六世第八世 他能够不失意心 不失意变 对不对 你照了以后 第六世马上忏悔 这个时候折损第八世的业力 对不对 所以从大乘的角度 所有的罪都可以忏悔 照无逆时都可以忏悔 因为他业力是第八世设受的 而第八世正受到前六世的欣喜 对不对 那回向连为师都不能解释 只能用真如言起 因为众生 死法界众生 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真如是共同的 在真如当中 是无言而鼻舌胜利 它是没有业力 没有妄想 没有生老病死的 虽然我们现在活在妄想 但是心性没有死掉 所以他可以回向 叫做真如内心 就是透过真如的欣喜 比如说我们讲 不要讲说回向 你看我们实际的例子 你看有些人他离家很远 对不对 然后过年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摇恋你家乡的母亲 他会感受得到 那么你依恋母亲 他为什么感觉到 儿子在依恋他 他有一种某种特殊的感动 那么这样子你从夜感言起当然没办法解释 从为事的角度也没办法解释 我意恋我的母亲 我的心在我第八识里面活动 那么我的第八识跟我母亲第八识是独立的个体 对不对 那也是好用真如来解释 感应道教 神东加持 功德回向 都只能够用真如的言起 因为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平台 可以互通 是这样子的 但是神通不能改变生命的结果 这个是所有言起都解释不通的 连夜感言起都解释不通 如果说你有业障 某一个丧师帮你加持 你真的好了 其实是你自己有那个善根理 作为一个丧师 他只是把你的善业先提前调动出来而已 所以你看台湾以前有一个 在家女众去世 他得到癌症 他到印度去找一个丧师帮他加持 这上司说 他入定观察说 我可以让你的癌症好 但是你男生还要得一次癌症 因为他不能把业削掉 他把你的业怎么样 那个schedule把它往后延 看你要不要 所以他还讲真话 后来这个台湾你就是他选择 还是算了 精神瘦了就算了 他就不会来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到你的内心世界 去改变你的业力 不可能的 他只是做一个调整 他用神通力把你善业先调动出来而已 不能改变了 除非你自己要改变 你自己从内心改变可以 就像佛陀 就像偶尼大师说的 当一个人做梦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进入梦境 去改变你的梦境 除非你自己行过来 就是佛陀只有说法 佛陀只有说法来取化你的觉 就是你自己想要改变 你才可能改变 那么关于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就是你基本的证件 就是说 诸位 任何的改变 只有研制于你自己的心态 不可能外来 这基本 佛法的基本 佛教的议员观 绝对是不能心外求法的 就像外在的议员让你改变 那也是刚好你有这个业力 你的善根也成熟 别人只是一个 助言 激发这个你内在的善根而已 那是臭巧 请说 师父慈悲 那弟子强知道 珍珠是 每个人的珍珠都是一样的嘛 珍珠是只有一个嘛 那珍珠 用珍珠来解释这个回向 那我认识这个人 回向给他 就会比较有感应 那如果我不认识这个人回向 你跟他因缘深 他也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他受虚嘛 什么叫受虚呢 珍珠他不是独立的 珍珠的缘起就是说 珍珠的体性是平等的 但是他受你前六世的欣喜 所以一旦讲受虚 就有因缘的浅深差别 你不要说跟凡夫跟凡夫 你看你跟佛陀之间也是真如缘起 对不对 但是你想 你对佛陀的意念的深 佛陀对你的加持力也比较深 这是事实 是吧 所以你看欧毅大师在弥陀要解上说 佛陀生生受化 其见潜意来生总在于缘 你跟佛陀没有缘 佛陀没有办法就把你 你为什么要练佛 就创造一种因缘而已 那弟子的理解就是 珍珠是一个 我们跟佛陀的珍珠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不能说一个 因为他遍满法界 他就是除了珍珠以外 都没有东西的 你不能说他一个 你说一个好像一个以外 另外还有什么东西一样 他是周遍法界 他是一个儒的境界 是吧 他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 他是一个儒的境界 那分别就是在这个音源 就是前六四的分别 因为珍珠 他会受前六四的欣喜 而不是一心不是一变 他会现出作用出来 谢谢 他虽然亲近本然 亲近本然 但是你去欣喜他的时候 他会产生差别的 因缘果报出来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